十字路口车辆停等红灯 一辆机车往前骑 撞上停在路边的轿车 女骑士的头贴在挡风玻璃 吓得驾驶立刻下车关切 8号中午38岁罗姓男子 车停放路旁买饮料 25岁中性女骑士 骑车行进苗栗市围攻路和封棉路口 撞上临停路边的罗姓男子轿车 女骑士胸部挫伤 所幸急救后人没大碍 经酒精检测 双方驾驶就会有酒驾骑行 换个地点苗栗竹南有辆义饮车 因为帆布杆过高 开车路上不慎勾到耗制灯杆 猛力一拉灯杆往左倾斜 事故现场工程车赶来维修 这辆义饮车一路行驶过程 造成三处耗制灯损坏 自用义饮车 自动帆布杆的部分不慎 有故障的部分 自动升降之后 进而毁损到了耗制杆 警方指出 由于义饮车的电动帆布杆跳电 导致无法收起 直立在车斗上 才酿成这起事故 记者彭志明 林世新王百英 苗栗次方报道